今年的工作運怎麼樣 我覺得我人生有很多的捨 我捨掉很多東西 怎麼說 像我們這種地方媽媽 要兼顧家庭跟工作 就要犧牲很多跟孩子的寶貴時光 這是真的是要捨棄的 然後我去年就覺得 很捨不得我女兒 因為她有一些學校活動園優惠 那種小的我很多都錯過了 但是有一次我就是因為我女兒 她有一個話劇演出 她好不容易演到女主角 那個是不是一定要去 而且還獨舞唱一段歌這樣子 很酷 就是有唱歌的 她非常喜歡這種歌唱表演 她覺得媽媽一定要在場支持 可是好死不死我那時候 就接了一個大企業的尾牙 不好接 那個多少人在搶 如果你表現得好 她可能每一年都會敲你 那是一個配合默契的東西 然後我就是因為這個女兒的表演 我就忍痛 已經答應人家的主持就推掉了 所以我覺得我推的 不是只有那一次的那個費用 是往後的費用 對 而且妳已經答應人家了 然後妳因為 得罪 瞬間會得罪 就跟妳的狀況是有點像了 然後又是 對 又是有點朋友那樣子介紹的 然後我也讓那個朋友很尷尬 可是講好了 對 可是後來我女兒就跟我講一句話 因為我那時候就工作完 然後很忙又要通告 又要就是 我還有做那個副業 網拍副業 然後就是有一點忙得不可開交 然後有一天我女兒就默默地跟我講一句話 在去年我就這樣整個崩潰 她就說 媽媽 我已經不知道 她有一次看廣告說 這就是媽媽的味道 這是主菜 然後我那時候忙到我都叫外送什麼 她說媽媽 我不知道什麼是媽媽的味道 我死了 她都心裡去 去年就是7歲 滿7歲 很傷 我傷 然後我就說真的嗎 那媽媽好久沒有煮給妳吃 但是其實我的眼眶已經在泛紅 我一轉身眼淚就 叭叭叭叭叭叭叭掉下來了 妳沒有在她面前嗎 沒有 我就是轉身 媽媽通常是很走心 對 走心了 所以我覺得我舌掉滿多的 這值得 真的嗎 我覺得值得 妳陪女孩 小女孩成長的話 可是工作跟家庭好像都有一些失去 對 有捨有得 對 今年工作運比較好的有哪些星座 妳可以幫我們 好 那我們來講兩個集大成的好不好 今年兩個工作運最好的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出現了 雙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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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出現在各位的太陽或上身的時候 在2019年的今年 其實都會非常好 原因在於我們先注意 左右逢淵貴人帶刀 後面這個詞有點奇怪 貴人帶刀 後面有點奇怪 它意思就是左右逢淵這簡單 但是貴人帶刀意思是說 雙魚座往往跟自己曾經起過衝突的 是對手的 曾經有競爭關係的 他可能在今年這個2019年 會成為妳一些事情的合作夥伴 但對雙魚座 我們剛剛前面講到水象星座的人 很多事情曾經起過衝突 我沒有辦法接納妳 所以雙魚要跟敵人握手 跟曾經的對手握手很困難 你要記得身邊插著刀的 曾經傷過妳的 它可能會是開啟妳 今年工作運很旺的關鍵 仇人變貴人耶 真的不容易 對啊 這很難耶 這個其實很難答答 很難 所以之所以為什麼 我們要給雙魚座一個字 這個一字絕代表 貫穿妳2019年很重要的一個字 什麼字 什麼字 刀字嗎 餡餅的餡對不對 國賢哥 這慘妹的慘嗎 喂 他剛剛是說 你剛剛不是男嗎 你 他剛剛是說對 你2019年成長過好一點 他超認可了嗎 對啊 慘 對 那慘妹的慘字 就代表雙魚座是一個 很生性情的星座 之所以大家常開玩笑說 雙魚座的人好像容易 突然愛上別人啦或什麼 因為他性格的這一面 那所以慘妹是很難的 慘妹是這種演示 是一種偽裝 然後對雙魚座來說 有慘妹 事實的慘妹非常重要 特別是有權有勢有才的合作者 特別還跟你起過衝突的對象 那你是不是要慘妹一點 讓自己身段軟一點 對他來說更好 不要硬來硬去這樣 對 像黑哥就是家裡就有一個雙魚座 對 那就要藉這個原則 雙魚座的人很有自己個性 不會為了這個而妥協 但假如可以讓運勢好一點 何不妥協一下 對 那接下來的巨蟹座 他是第二名 第二名是巨蟹座 很忘了第二名 對 是這個 你要誠可一點 190 190 190要忘 對 一年的一開始 雖然有點傷心 帶著2018的記憶到這裡 可是要記得巨蟹座是這樣 做事情 因為可能在2018 你踏上了兩種新工作的腳步 在轉換之間 難免有時候你不夠專心 甚至我們可以解釋它 在做母約事的時候 你會變成沒有以前專注那麼高 有點敷衍 所以相對來說 2019年有多少事 你就放多少心衣 全部在那上面 至於家事 家裡的人可以幫你顧好 雖然你心裡會覺得對不起他 但是試著面對工作的時候 把全神灌注心衣都用在這 因為事業對你來說好的時候 你幹嘛不先拼這一輪 今年尾牙就先別推掉了 對啊 讓小孩子提早獨立好了 可是 黑哥你有辦法嗎 就工作中不想著小孩 這很難吧 飛飛顯揚 從懷飛飛顯揚到出生 我推了大概10個真人秀 對啊 直接把它換算成金額 很可觀 值得 連奔跑把兄弟 本來是我都推的 對 那真的是忍痛耶 沒有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 我覺得陪孩子長大比較 那我就專心在家裡 所以提醒巨蟹的一個字 身段放D D 這一點在你身上應該不是問題 那巨蟹就是一個D字 他超D 看是要多D 欸 沒有 多D都可以 不是身段 你是講的是不是身段 身段就是為了更好的未來 其實你應該 路徑隨俗去改變自己 去年整年我覺得 現在想起來我覺得有點不堪回首 這麼慘 就是你不會想再去看去年發生的事情 可是後來你轉個念去好好想一下 就是讓自己震得那樣一點 你就想說 今年我活著真好 我去年在這個時候其實是很忙的 因為尾牙跨年的那個跨年活動 然後通道 你都一直在忙 所以你根本就沒時間去思考很多事情 然後一直忙到我 就是5月1號 因為我永遠記得那一天 就要來你們這邊錄第一場的時候 那是5月1號 對 那是5月1號 就勞工 勞工姐 對嗎 在路上發生車禍 從那摔下去那一刻開始 我就發現我整個人生 真的做了一個好大的轉變 因為手上原本 你看我那一摔 生病 破相就算了 然後 修養 對 然後所有的工作 那時候本來手上還有兩部戲 兩部戲在拍 然後一部一次正在拍 然後因為受傷 你沒有辦法拍 因為你講話都不清楚 你怎麼拍 所以後來角色就把它寫掉 然後另外一部再談的 你就先 因為你就沒辦法拍了 對 講話都不跟他講了 然後我說 那你就先冷痛 然後合約就是 說就先不拍 找別人拍好了 然後工作 我還記得那個早上 就是大家在等 我不知道在等什麼 他後來就講說 賢哥出事了 天啊 對 然後而且很嚴重 然後我想說 真的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當下本來以為想說 只是皮肉傷 縫一下其實就好了 結果後來我看地上一灘血 然後送到醫院 他說你這個要開刀 我整個就灑掉了 因為隔天我還要去歐洲出外景 我想說慘 我來心細工作 對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急著找代班 也找不到代班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去 所以變你還是得去 所以那你那個效果出來 一定都不會好 所以連帶的影響到 整個後面的情況 那時候主持 然後戲 通告 全部都減少 從五月開始 從五月份開始 一下子馬上下來 而且你在演藝圈 你只要休息一陣子 大家很快就會被忘記 你不要說半年 三個月 大家觀眾一下子 都可能不記得你 所以那很可怕 突然一下子 你就開始慌了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靜養 你也不能到處跑 然後你也不能去 說上工作 去接通告什麼東西的 就會變成說你怎麼辦 因為突然一下本來從很忙 你在瞬間變得 一切什麼事都沒有 什麼都沒了 會不會慌 一定會慌 因為以泳這個行業來講 大家最怕的就是待在家裡面 你沒工作 然後每天不知道怎麼辦 你就很容易會有憂鬱症 可是我覺得說 你不能讓自己 一直待在家裡面 因為你在家 越在家裡面 你就越胡思亂想 所以你必須得要 常跟朋友去約 出去外面走走 所以很多朋友 也知道我受傷 他說不然你出來走一下 我們做比較靜態的 可能動態的活動你不適合 但是做靜態的OK 比如說去看看畫展 去故宮前面走一走 他們不會嫌你煩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其實不會嫌我煩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惡劣 嫌煩 真的很沒愛心 我那時候是不能講話 他們覺得我其實蠻好的 因為他們可能那時候我實際 對 他們說 你是看到你這麼安靜 可以打牌 有 可以打牌對不對 鴨頭他們就常找我 去他們家就是去聊天打牌 只是我又不太能講話 所以就 對 我說 打牌 好痛 你們搞笑要拍牌的感覺 怎麼會變 沒有 因為那時候水擺了 你連泡 還流出來 因為那個嘴巴不能張開 所以只能發出聲音 搞得我今年好想約你打牌 其實我等一下有發音 我問你 阿伯要拍牌嗎 比較淨嘆的 我覺得動態還OK 對 我最近變得比較喜歡爬山 因為其實我以前喜歡海邊 但現在很喜歡爬山 因為我在山上會看到 許多風景 你就是冰寶山這樣 喂 你不要亂講 你不要219年這樣開始 對 不激勵 幹什麼 沒有啦 那個我以為 是像 去爬山喔 這個其實是在內湖 因為我們住內湖 這個離我們家很近 畢山岩 而且那邊可以採草莓 可以採水果 你可以看101 當天氣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101 看到飛機起降 就是你在看飛機 升空的那裡沙納 你的心靈好像就被飛機帶走 真的啊 真的 你正面一點 你可不可以正面一點 你整個都很敷衍 他以前是做空姐的 對啊 他都請辭了 為什麼這麼朦朧 你可不可以 今年可不可以換一隻新的手機 不是 這個解析這麼好長 我跟你講真的 有時候是這樣子 就是當你心情鬱悶的時候 你去的那個地方 他的畫面 就跟你的心情是一樣的 我知道 你心情好的時候 國音哥就是這個 看山是山小 看水咧 看水是水小嗎 喂 他真的工作運不好 好氣 他有19年有辦法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最不好的 有沒有他好不好 最不好 對 我是 我承認我去的那個最不好 我們剛剛是講工作運好的 我們現在講工作運 可能會遇到一些瓶頸的行動 可是國音哥剛剛點出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沾心血壓在2018年末的時候 發生一件不好的事 就是連續8年 他開啟了一個流年 這個流年是2018到2026年 他有連續8年的健康 很糟糕的狀況 而且出在心理疾病 精神疾病 跟慢性疾病三件事身上 那所以在這8年之中 十二星座都有一些這樣的災難 只是有重有輕 像特別嚴重區 就像是金牛 雙子跟巨蟹 他們出現了雙子巨蟹都有重 對 他們出現的範例 就像是香港的蘭捷鷹 金牛 顏凱泰 雙子 袁維倫 小胖哥 巨蟹 那帶動了就是 這三個星座領先的 那開啟一個就是 占心學的8年所謂的健康運 精神 心理跟慢性疾病 這大家要注意的 其實都是可以預防的 這件事情 就像是不少一個事情 我一定要穿著 你自己的影響